眼下巴黎奥运会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 中国女牌也将迎来本季奥运会的首场比赛 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牌在今天晚上23点 将会迎战美国女牌 来争夺进入淘汰赛的门票 对于中国女牌来说 此次小组赛的对手都非常的强大 我们想要掌握主动权 必须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随着总决赛即将到来 和各位球迷具体分享一下中国女牌的准备 以及我们又有多大的把握可以打败对手 这场比赛到时候 CCTV5将会直播 首先从中国女牌的奥运分组来看 接下来我们将会分别面对美国女牌 塞尔维亚女牌以及法国女牌 这三个对手除了东道主法国女牌的实力 稍微弱一些之外 另外两个对手都是世界前五的强队 其中美国女牌曾经夺得奥运会冠军 而塞尔维亚女牌也夺得过世锦赛的冠军 这两个球队都是传统的球队 对于中国女牌自然会造成非常大的挑战 尤其是美国女牌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是中国女牌的苦主 曾经给中国女牌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 所以接下来这一场对战 尽管只是中国女牌的首场比赛 但也堪称是生死大战 我们估计很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努力打败美国女牌 因为大家非常的清楚 奥运会首场比赛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中国女牌能够打败美国女牌 我们就可以提升球队的士气 一鼓作气去面对东道主法国女牌 争取再度拿下一场胜利 最终挺进淘汰赛 而反过来 如果中国女牌不能在这一场比赛赢得胜利 将有可能遭到士气的打击 后续再去面对法国女牌 我们整体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一旦我们输掉两场比赛 中国女牌想要晋级奥运会的淘汰赛 或者站上领奖台 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 中国女牌这场对战美国女牌的比赛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努力打败对手 随着这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到来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自然也都非常关注中国女牌的阵容情况 从目前来看 考虑到朱婷整体的体能 或许没有年轻球员那么好 不排除主教练蔡兵会暂时让朱婷担任替补 然后安排李盈盈这些年轻球员上去 先试探一下美国女牌的底线和战术 后续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安排朱婷上场 当然有一点必须可以确定的是 朱婷在整个中国女牌的核心地位 肯定不会发生改变的 最终中国女牌想要走得更远 还是得依靠朱婷的帮忙 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 主教练蔡兵明确表示 中国女牌要更加轻松 要更加专注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他也非常希望中国女牌 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